我哥和我谈歌轮件之前 我没有任何的 就是我的朋友交际 然后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没有任何人说我有问题 我叫妍妍 今年二十多岁吧 从小在深圳长大 读书九几年那几年嘛 我爸妈来深圳做那个 侦测行 采到了一些机遇嘛 他们就出来打拼了 我也是比较少回老家的那种 我那时候是我奶奶过世了 然后回老家办三次 像我是女女生嘛 都是要忙很多事情的 特别是第一天晚上 然后一个通宵之后 第二天起来 还要带着个东西 绕整个山 走了一大圈 然后又要给大几十人 做了一场饭 晚上又做了一场 忙完就直接倒下去睡了 那我也不知道 晚上发生了什么 然后第二天 就全身就很痠痛 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很正常的 因为熬夜了 第二天又忙那么多事情 那就很正常的 这种低导性的痠痛 结果第三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 失眠了 我就睁着眼睛 就在那里 一直等到 凌晨两点多 快三点的时候 我哥 还有两个坦哥 他们就住在我对门 然后就在那里说话 我就听得很明显嘛 那晚能隔什么音啊 就说昨天晚上对我做了那么多事情 然后那么久 怎么 今天看他就没有任何的反应 然后就说 是不是你们弄假的 是谁那么差啊 什么什么什么 整个人就急匹疙瘩就起来了 就觉得很恐怖 怎么能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我就不敢相信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躲到圆圆了 我又没有办法报警 我手机在那里又没有信号 我老家是那个村最高的那个地方 这座商后面就没有人了 就真的很偏 没办法 我就一直躲着他们 然后我是上高速的时候 手机才有信号 我就开始查 这一类该怎么办 然后就查到 就是要第一时间要取证 但是已经过两天了 任何证据都没有了 本来我都还只是怀疑的 但是我哥 他的越来越过分 就是回到圣诊之后 越来越过分 就经常在我房间 走来走去 躺在床上 我们一回头发现 他在那里真的很恐怖 就是那种 嘴角勾在那里 投笑 鸡皮疙瘩都起来 后面是因为 WiFi的事情 跟他彻底起了矛盾 吵架的时候 我发现他一直在盯我 胸部那一 那一又想起以前的事情 然后我就 哇 真的 反正面激起了 挺大的矛盾吧 我爸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也是骂我 然后我把这个事 说出来之后 他就说 会帮我投回公道 声音也比较陡吧 然后就说 会帮我解决这个事情的 我那时候就相信了他嘛 结果呢 我就在房间里面等 我就在家里面等 没有任何信息 我哥就在家住着 他也没有跟我道歉 另外那两个 坦哥 他们也没有跟我 有任何的联系 什么都没有 我就把这个事情 用那个手机里面的 记录的笔记本 记录下来 发到了那个家族群里面 我爸还说 还说我发神经了 就把我记录家族群了 然后还在我床底下 尝那些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放我 在我床底下 放了好多草 然后在我床库那里 放了那个阴爪 放了很多那种迷信的那种东西 我一说这个事情 我爸妈就罵我了 就说 你自己有病你不知道吗 你又在这里发什么神经 什么什么的 我又是一个女人 我又是一个女人 然后还是一个从小 就比较判定的女人 为什么要因为我牺牲下她的一个儿子呢 然后我就说我要三家一起对阵嘛 然后他们来后面来是来了 没有一个人承认 就说没有事情发生 你是不是乱想什么的 那时候我就受不了 我在城镇这边报警了 但是从中午一点多 我一直等到凌晨 他跟我说要做笔涂什么的 我信了他们的话 过着那个玻璃门 刚走到那个水泥地 没有往前走几步 突然四面八方十几个警察冲出来 然后把我压到地上 把我把他救护车送到那个医院那里 打了一针针兵器 之后我就 没送回家 白天的时候我就在那个 康里医院那边 然后就住院了 我在医院里面住了八天 是我爸爸我去的那个路上 我没有任何挣扎或者逃跑 是因为我用手机查了 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 该怎么逃脱 很多都是人说 你不要挣扎 你不要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 这样子只会让别人 更认为你有这一方面的精神病史 你一定要保持就是情绪的平和 就像平时那样子就可以了 但问题在于 我全身都是这样子体现了 就因为我爸跟医生出去 我不知道他们单独说了什么 回来之后医生就说 我最近这些事情 应该也比较心烦的 我建议你住院静静心 那有做任何的诊断吗 进去之前没有做 就是住院的第一天 没有做任何的诊断 然后第二天就去做了检查 抽了很多管血 然后有带头上的很多的东西 专业一系列的检查 然后我做完检查之后 我就跟医生要求说 我需要看到我的检查报告 医生就说 会给你看的 你放心 但是在我出院之后 这个报告我一直都没有看到 但你为什么八天就出来了 我家里灵激不是很好 八天住院也花了快一万块钱 住院期间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遗产 我跟我父母说我要出院 我爸那时候刚好也收到了要补 就是他垫付的医疗费不够了 然后他就让我出来了 我出院之后就跟家里面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我哥不在家住 他出去外面住 然后我就在家里面 我现在跟他们一起生活是因为我没办法 我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 我被诊断出来之后 那个医生直接把我的这个病 上报到公安系统了 我去哪里上门都会跟我那老板说 我过没几天就会被各种理由 或者也没有说理由就吵枭了 这是我后面找医院打的报告 在我出院的时候 这些报告我是一张都没见过 甚至我爸妈拿了一个黄色的一个病例本 说是有抑郁 但是下面没有任何的医生签名 没有任何医生的盖章 还有就是医院的公章 没有都没有 我就去医院进行一个调查 去打印我的病例 主要诊断妄想性障碍 但是就是所有的检查 还有住院期间的表现 根本不足以支撑 他得出这一个结论 只有一个脑部的血流 有轻微异常 但是他这个异常 能导致的精神内的疾病 跟诊断出来的这个疾病 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 但是还是给我强制 强制按了一个妄想性障碍 我二月份的时候去了一个公立的三甲医院 然后做了检查 没有检查出任何精神问题 但没用啊 因为我去做检查的这个三甲医院 不是我去诊的这个三甲医院 所以没有任何能用 你当时出院后有在吃任何药 或者做任何治疗吗 没有 说到这个 我爸妈会在我的饭里面 然后水里面 饭就是医生开业 我那种精神病的那一类的药 我喝了之后 立刻就会 头很不舒服 很疼很阴 我就知道了 在这之后 我只敢喝我自己出去买的 然后饭 我也只敢吃我自己做的 你强硬压在我身上的这些东西 我不可能认它下来了 我后面就是有各种举报 都没有任何的进展 最后我才走上的诉讼 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反正这个事情解决之后 我永远都不会再回这个家了 把我的病死撤销 我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然后顺便祝愿他们天到好轮回吧 因为他们已经对我周边的邻居 然后周边那些散布 早早的就说了 我是一个精神病什么什么的 不管怎么样吵下去 永远都是我吃亏 别人只会觉得我精神病发作了 我不可能对他们做出一些实质性的伤害 因为一旦做出来了 他们就有理由说我是确诊了 我不能给他们有任何的把柄 我只能远离 我没办法 当全世界都不相信你时 你还有勇气相信自己吗 二狗APP真诚记录每一位青年的真实故事 嗯这个是个二狗APP的广告 真的是 我还是比较相信这个女孩 至于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她事发的时候的情节无法描述 这个好像是可以理解的 太不堪了无法回忆 但也可能没有办法 问罪了 没办法取证 只能助这个女孩健康独立的生活